講到柏林 柏林有一個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它整個城市有超過上百間博物館 然後大家不要覺得博物館是一個很boring的話題 因為包含我也不是算太文青的人 我都可以在這些博物館裡面找到我很喜歡的地方 這上百座博物館 你可以找到最熱門最大牌的博物館進行參觀 OK 但是剩下那還有100座博物館 他們就是屬於各種類型的主題都會去呈現 像是很特別像是銅杏店博物館 或者是咖哩香腸博物館 還有水上運動都可以成為一個博物館 所以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個你喜歡的題材 就以熱門的博物館來講的話 柏林有一個博物館島 博物館島上面有5座博物館 就是已經被列為世界遺產 不是說博物館是世界遺產 是這一座島因為太多博物館 所以整個島變成一個世界遺產 島上5個博物館號稱就是呈現人類歷史 藝術的6000年來的文化 我沒有建議說5個一定要去 因為5個都去的話 你大概你的柏林之旅就已經到尾聲了 所以我自己特別喜歡的是裡面有兩座 一個是新博物館 一個是佩加盟博物館 因為它的主題比較特別 是埃及巴比倫的一些 對我來講就是非常新奇的文化 你不是走到博物館裡面 光去看一些小小的文物 或者是它的一些雕像 文字等等的 就是 當然歐洲人有一個壞習慣 他們很喜歡去拿別人的文物 所以在新博物館跟佩加盟博物館裡面 尤其是佩加盟博物館 它就直接在西亞中東那些地區 把人家的建築大門整個把它拆掉 再把它運回柏林這邊 再把它在他們博物館裡面組起來 所以你可能會發現 你走進一個博物館 在博物館裡面參觀西亞或中東的建築 那麼特別的一個感覺 另外我自己還 這是歷史的部分 另外還有比較現代化的一些主題的博物館 像我自己最喜歡的是柏林科技博物館 其實我到柏林之前 我完全不到這個博物館 但是去過之後 我覺得它可能是我旅行到現在 心中第一名的博物館 像是大英博物館羅浮宮這些我都去過 但是去過之後我就覺得說 好我去過了 但我應該不會再去第二次 就是到此一遊 可是在柏林科技博物館 我覺得它館長實在太豐富了 我願意再去第二次第三次去看這個地方 那它的館長之風 就是其實它就算把它拆成10個博物館 我覺得它都還是很有看頭一個地方 那裡面呈現各種人類的科技 例如說它在講到汽車的時候 它就是可以呈現出 從一開始的馬車 人類有馬車它就開始收集 然後再展示賽車古董車 還有現在各種豪華名車給你看 你就覺得光是這個車的主題 它其實就形成一個博物館都不為過 另外還有火車的主題 像台灣我們有很自豪 我們有扇行車站 在這個博物館裡面 博物館裡面它就有兩個扇行車站 而且還是可以操作給你看的 在火車的展示也非常的豐富 以前火車在歐洲也是一個貴族的交通工具 所以一些國王用的 黃氏用的雕龍畫縫的車廂 它都在裡面呈現 而且裡面讓我很印象深刻的是 可能以前在用煤炭時代 煤炭動力時代的火車 通常都是越大越夠力 所以它展現了很多以前美國 那種中西部時代的那種火車 都是大到非常恐怖 像房子一樣大的 看到你都會覺得像是 外星人進攻地球那樣的感覺 非常的特別 然後另外它也展示人類歷史上各種科技 然後你看到這種科技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這根本就是一些黑魔法 譬如說它會展示歷史上很多相機的眼鏡 我們現在拿到相機的時候 我們覺得說那就是工產電子化生產出來 我們一點都不覺得驚奇 可是你當看到說那麼多相機 它是手工打造出來 在當時的一個工業的環境下 它可以手工打出來這麼多神奇的機器 你就覺得說人類就好像是有魔法一樣 以前就是看到一些古文明 像是金字塔等等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會不會以前人的科技比較強 然後現代人反而越來越走的落後了 可是當我看到就是柏林科技博物館裡面 人類各個時期的科技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不會這個魔法都一直存在 人類就好像隨時隨地都在各個時代 都有黑魔法一樣一直不斷的前進 好 再來講到就是德國歷史博物館 那通常聽到歷史博物館這些事情 就會覺得說好像很嚴肅 其實我個人也會有這樣的一個偏見 尤其是歐洲的歷史 常常就國家之間很近 然後又通婚通親互相戰亂 它的歷史其實都非常的複雜 可是我覺得德國人就是很厲害 在德國歷史博物館裡面 它就講德國的起源 跟它到至今的各種發展 它利用博物館裡面的動線 以及各種視覺文字的呈現 讓你可以很簡短的了解整個德國發展的一個脈絡 例如裡面有一個我很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因為首先到柏林這個地方很大的一個主題 就是東西德之間的差異 它沒有跟你講很多文字的敘述 它就直接在展間裡面放了一台福斯汽車 這個就是當時在1950年代 西德這邊所開發的一台汽車 同一個時間 因為東德他就會覺得說我也要別苗頭 為什麼西德人有汽車我們也要有 於是德國政府 東德政府 它就推出了一台叫做衛星汽車 它是德文發音 但是翻成中文叫衛星汽車 翻成衛星汽車來跟它東德人民宣誓說 拜託西德有的東西我也會有 可是沒想到這一別苗頭 這兩台汽車到今時今日 就成為東西德發展最明顯的一個見證 首先西德的這台車 當時叫做這個其實是福斯經典的金貴車 它其實一直到我們現在在路邊的德國展間 它都還可以買到這台車 因為它非常的暢銷 可是在東德這台車的話 它推出這台車本來是想跟西德來別苗頭 最後這台車被票選為汽車史上 12X的設計 另外當時因為他們沒有那麼強的工業能力 東德的人如果要訂車的話 他必須在那個名單上面等13年 才可以拿到那台車 所以這個東西當時想要別苗頭 最後它卻變成兩個東西德實力 差距的最好的見證 在車子底下它又放了很多家用品 就是西德當時的推出一些電器 其實都是我們很熟悉的品牌 像Bosch等等的 然後在東德這邊它也放了很多家用品 只要西德有果汁機 東德就有果汁機 然後洗衣機對洗衣機 它全部都對在一起 可是東德這邊的品牌 你已經完全沒有看過了 而且其實這些生活用品 我們都很了解 就是當我們看到那兩個不同的產品的設計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說西德的東西真的設計得比較好 於是其實東西的差異它就會用一種很生活的方式去烙印在每一個參觀人的心裡面 最後這邊還有一個博物館很特別的博物館 它叫DDR博物館 它是東德博物館 這個是我覺得旅行到這麼多國家看過最通俗的一個博物館 DDR博物館裡面它的東西 我覺得它的東西館藏價值沒有很高 但是卻讓人很想一看再看 因為它蒐集的都是從冷戰東西德時級 池奇然後兩邊人民所用的生活器物 其實生活器物就是一個很好的主題 就像是我們回去逛IKEA或是逛以德利 我們都會覺得說生活器物就是會有一種一逛再逛很好玩的那種感覺 它就是把當時在冷戰時期用的東西全部收集起來 每個人去看你就會去想像很容易想像的出來說 當時人的生活情況是什麼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最通俗的博物館 大家好我是背包CAN這是我的新書 我覺得什麼人適合買這樣的書呢 就是如果你覺得你也是一個喜歡比較與眾不同的地點 然後喜歡高CP值的地方的人 我覺得你很適合這樣的書 裡面有講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波羅的海三小國 德東 波蘭等等 另外就是這本書裡面也有分享我很多旅行的技巧 像是從行程規劃 包含怎麼償錢 怎麼買機票最便宜 包含怎麼換錢等等最佳的模式 我都寫在這本書裡面 你們好 再見 好 再見